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王梦两人分别代表了隐秀与轻易两种范形,反映在诗歌里边也就出现了隐秀与轻易这样的差别。 古人说的好,说食品出于人品。 近人呢,也认为啊,说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 可见呢,个性气质,与创作风格有很大关系。 那么,由于孟浩然和王维这样一种个体心性生活方式的差异反映在他们的创作中,也就出现了几点不同。 这几点不同的话呢,概括来讲,大概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是观照的微信与竹物。 在王维笔下,他往往呢,把人呢,隐藏在景物之后,用心去拍下一幅幅精美的山水小品。 人是隐藏在景物之后的,人不出场。 而孟浩然的许多诗呢,多作于旅行途中,一步唤醒,流动感非常强。 所以,如果说,王维的诗是这个无我之境,那么孟浩然的诗就更多的是有我之境。 比如像王维写的一首很有名的那首《鸟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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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鸟鸟�鸟鸟�鸟���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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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漂亮 后来的胡应林在读到这首诗的时候 就评价说 读之身世两望 万念皆极 不畏生虑之中 有此妙权 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孟好兰的诗呢 都是极井的心法 笔心的心 他不太善于做静心的思考 所以读他的诗 我们感觉他的哲理性 不如王维那么强 更多的是带给人的感受上的愉悦 比如我们在前面曾经介绍过的 他的登鲁门山怀骨 这首诗呢 是这么写的 清晓阴姓来 成流越江县 杀琴近方时 武术摇墨变 见到路门山 山明脆微浅 言谈多区区 周急旅回转 西文庞德公 采药随不凡 金箭 金箭养之树 石床卧胎先 分无赶其旧 接览是攀剑 引记金上存 高峰 高峰 苗宜远 白云 何时去 当归 空烟见 探讨 亦未穷 回路 西洋外 从诗里边 我们可以看 诗人描写的 天刚刚 露暑 诗人 就驾着一夜偏周 成幸而来 这时候 视像还是很朦胧的 岸边的树 隐约莫变 走近才看见 琴鸟在沙洲洗洗 等到了路门山的时候 天光已经大亮 山色发出淡青的 这样一种色调 小舟在弯弯曲曲的 山溅中 环绕着往前走 接着就 博州上岸 开始攀登 崎岖的山路 秦密 高人 庞德公 隐漆的 地方 隐记 虽存 但是 西人已去 诗人正在 开探 而天色已晚 只好 恋恋不舍 又成舟 散灰 那么 这样的一种描述 是时间的推移 是行踪的变换 景物 不同 斜景 在叙事中 逐层的展开 这里边还穿插着 他的一些感受 读来 就宛如 一篇游记 所以 这种写法 和王维的写法 是颇不相同的 第二点呢 是笔法的精工秀丽 与 书朗清淡 王维的诗 是以秀 组成的 孟华然的诗呢 是以清 组成的 杜甫评价 王 孟 两人的诗歌 就这么说了 他写 王维 是最传秀句 还屈满啊 味觉风流 向国能 说他是秀句 平孟浩然 是富翼襄阳 孟浩然 清诗句句 近看传 一个清 一个秀 就代表了 王梦 不同的风格 王维有些诗 确实是秀句 比如他的一首 鸡鱼网 穿装作 这首是写的 很 很受人称赞 是首好诗 这首诗里边 有两句 尤其被人称赏 哪两句呢 是 墨墨水田 飞白鹿 阴阴下木 转黄梨 墨墨 见出 鸡雨 已经很长时间了 绿田呢 被一片 萌萌的水汽 所笼罩 阴阴 表明 翁雨的树木 在雨气中 非常的苍翠 白鹿 翻飞 为浑然一片的水田 增加了 一到两次 黄梨提名 则给绿树浓荫 带来了一种生机 而且 墨墨和阴阴 白 与黄 墨 与白 阴 与黄 纵横对比 色彩鲜明 光彩是在明暗之间交错着 极尽 写物之功 王维的这两句诗 与杜甫的 两个黄梨 鸣翠柳 一行白鹿 上青天 可以说 有一曲同工之妙 王维 诗中色彩鲜明的例子 还有很多了 比如 有的写 雨中草色 绿堪染 水上桃花 红玉燃 非常的艳丽 再比如 日落江湖白 朝来天地青 这是青和白 对峻 而表现光线明暗的句子 那就更多了 像日隐 桑之外 和鸣 旅景间 笔法细腻 不同的色彩 不同的光感 将景物的状态 表现得非常突出 与王维相比 孟浩然呢 就很少 那样 非常明艳 鲜利的 这样一些色彩了 孟浩然更喜欢用白描 以清淡之语 入诗 比如 他的这样一篇作品 叫 素夜诗山房 带丁弓不至 这么写 西阳渡西岭 群鹤 搜一鸣 松月 升夜凉 风泉 满清听 桥人 归欲尽 烟鸟 漆出地 侄子 漆素来 孤擒 后 夺尽 诗呀 这些日落西山的时候 山谷 毁暗 月亮 悄悄地 爬上了树梢 泉水 叮咚 作响 看着这样的一副景色 那真是感到爽快 人归鸟七 小镜两边挂满了 如丝般的女螺 诗人 对秦独坐在等待着远方的友人 前世 没有彩绘 没有着力的渲染 用非常平淡的语言 表现那样一种景色和人物的心境 所以 这个秦 可以说是孟浩然诗的一大特色 他在早年写的一句诗 叫 《威云淡和汉》 《书语》 《低梧桶》 令一时的诗友呀 节气清觉 都把笔撂到那儿 不写了 说难以为继了 与此相似呢 孟浩然还特别喜欢用成字 成青的成 成名爱水物 林泛和荣语 欲知青雨节 明月在成湾 那个成青的水呀 正好来表现他青这种特点 所以 白居以后来感叹 说他青风无人际 日暮空襄阳 正是指这一点而言的 他的第三个特点 就是 意境的优深 与弦远 相比而言 王维的诗 意境 非常的优深 而孟浩然的诗 意境 比较的弦远 王维有一首很有名的诗 叫过湘姬寺 这么写 不知湘姬寺 树里 入云风 古墓 无人惊 深山 何处中 全生 夜微时 日色 冷 轻松 伯木 空弹曲 安禅 至 独龙 相继寺 在现在 西安市的 西南部 大概有几十里的路程 寺院 现在 已经早不是 唐朝那样的模样了 唐朝的时候 这个 是在 这样一种 一种 古墓 无人 深山 何处中 这样的一种 环境里边 建立 现在呢 那个 古墓 已经 没有了 没有了 旁边 也都 住满了 人家 布满了 村落 从 王维这首诗 我们还可以看到 当年 湘姬寺的 那个形状 寺庙 隐于 曲曲折折的 山 脚之下 树里 已知山深 到了 无人经 就更觉得 人际寒至 古墓 参天 遮天 碧日 至身 其中呢 觉得 非常的 阴凉 日色呢 本来是 暖色 可是 极力 夕阳 余晖 洒在 清风之上 不仅 雷有 带来 暖意 反呢 反而呢 被林中的 那个 阴冷之气 给掩盖了 这里用的是 一种 通感的 手法 这种 通感 手法的 使用 就令人 顿声 寒意 山泉 在 林熏的 岩石 间 川流 发出 优越的 声响 而 众生 悠扬 回荡 不尽 在这样的 环境中呀 可以说 冤 非 立天 者 悉心 惊伦 事物者 妄返 意念中的 一切 独隆 也就是 杂心 妄念 都会 被 抛开 人心 都会 归于 安宁 所以 清人 赵电成 听着手诗 说 起句 极超乎 全声 两句 深山 横径 美美 如此 下一叶子 叶微石的叶 则幽静之状 恍然 着一冷字 则身辟之锦 若现 这个评价是非常准确的 实际上呢 在 王维的诗中 类似这样的诗句 境界 可以说 比比皆是 比如 比如 他写 梵井 入森林 覆导 青台上 古静 秋全响 延伸 清 爱 残 或者是冷暖对比 或者是以生 趁静 都体现出 忧 静 深 冷 这样的特点 由此 使得 王维笔下的意境 显得 忧深 而孟浩然 则不一样 刚才 王维的诗诗 写香继次的 我们来看一下 孟浩然的一首 叫 《晚博寻阳望香炉峰》 到了 寻阳江口 看炉山上的香炉峰 也是写 写 写 山的 他这么写 说 挂袭几千里 名山 都未逢 博州 寻阳过 使见 香炉峰 长读 远宫传 永怀 陈外中 东林 惊舍近 日暮 空文中 一开始 就挂袭而来 悠然远望 庐山 香炉峰 进入了视线 诗人用 都未逢 使剑 表明了 向往之情 在前边 王维诗的 那个 冷和夜 的 诗眼之处 孟浩然呢 用了远宫的典故 就是 东晋 的名僧 世慧远 世慧远 当时住在 庐山 东林 寺 所以 孟浩然 写他 就是 仰慕 慧远 的 超臣 爵俗 怀着 不齐 后尘 的 愿望 他的思维 是发散的 意境呢 显得 闲 丧 而 悠远 尤其是 他的最后两句 说 东林 惊舍 尽 日暮 空文中 这个空文中呢 与 这个 王维的 那首诗 深山 何处中 不一样 不一样的 日暮 时分 钟声 悠然的 响起 从山上 传到了 江边 与那个 深山 何处中 不知道 中在什么 地方 想 显得 很 忧深 很 辟傲 感觉 不同 所以 沈德谦 就赞叹 孟浩然 这首诗 说 此天赖也 以尽远攻 惊舍 而淡闻 终生 且望 自一 悠然 深远 孟浩然这样一类诗句 还有很多呀 比如 水国 无边际 周行 共事风 等等 都表现了 这样一个特点 第四点 是二人 抒情的 委婉 含蓄 与 帅 真 直落 之间的差别 我们 读文学作品 往往少不了一个 琴字 晋人说 圣人忘情 罪下 不及情 情之所中 正在我辈 那么 诗人 就是这样一拙 处于圣人 与 罪下 之间的 这样一批人 如果我们追溯一下山水田园诗的源头 那么早期的像谢灵运的摩山泛水 工笔描绘 穷行 尽象 但是情与景呢 像油和水一样 有时候融合不到一起 陶渊明 写田园 比较重视主观感受 把他的性情 寄托于观赏 所以大谢山水 以观赏为主的表现方式 与陶渊明 以星际为主的表现方式 这样两种方式 在圣唐融合了 促使 山水田园诗 在精神实质 的深层词上 河流 所以 唐人写诗 往往物色待情 孟浩然 几乎没有纯粹的写警诗 他以陶渊明的那样一种手法 有时穿插在诗中 有时呢 是在诗的尾部 抒情的成分 都很浓厚 他的诗篇都予有很深的情 孟浩然 悲伤 就写泪 高兴 就写喜 他是不掩饰 不坐坐 流露出性情中的那种率真之气 与孟浩然 有所不同 王维抒情呢 他往往有文外之重质 也就是 书写情之后呢 表面上看是这种情 但你读完之后 眼眷而思 还会体会到更深的一层东西 这在他的离别诗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比如他在流别秋为这首诗里边 前边有写景 有术士 最后两句写 一步一回首 迟迟向进关 这两句呢 可以说非常传深 他一步一停一回首 人不愿意离去 马行也非常的缓慢啊 文字之间透出道不尽的眷恋之情 这类诗句还有很多 我们就不一一来 念举了 那么从这四个方面来看 孟浩然与王维的差别 主要表现在 主体观照方式 王维是引者的心态 以心观物 思维凝蔑 孟浩然 一任意识的性情 随心逐物 思维发散 影响到诗歌的表现方式 王维 王维用心细腻 并且用维发音乐 世界方面的这种艺术天赋 对色彩 声响 的敏锐感受 潜词造句 精工秀丽 孟浩然呢 却用流动的笔触 清淡的描写 清淡的描写 没有彩绘 没有渲染 不加雕琢 不加断裂 巨法张法 并不显得非常的整齿 在意境创造上 王诗显得 幽深静密 孟诗则往往 闲放幽远 在表情达意上 隐而不显 含蓄委婉 言外含不尽之意 是王诗的风格 意而显阔 真帅自然 这是孟诗的特色 所以文一多先生 在谈到孟浩然的事 孟浩然诗的时候呢 就说呀 真孟浩然 不是将诗 仅仅住在一连 或一距离 而是将它冲淡了 平均分散在片中 甚至但到令你疑心 真正有事没有 但到看不见事了 才是真正 孟浩然的事 是实际上 似乎的事 都不是 提供人